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原来不是在书院 书院血毛上的那种 就是我们有个模式型的书院 这事情还是在这个项里面转来转去的 就觉得很累 因为我本身自己体质身体更方便不好 就是我也不想离开书院 所以我现在暂时就休学 我现在不知道 我又想离开了以后可能和书院就断掉了 又想如果我要学好了才能帮助到书院 大家都很自作真的很自和 书院形式的这种 就是佛学书院书院形式的这种学习 因为这样的次第的就是每一个老师说 你一定要学哪部经 哪部经我这样子学习呢 有利有弊嘛 弊端就是你 弊端就是 比如说我学八年 那这个人如果是坚持了四年 没坚持下去 他心里就会很纠结 他就会觉得 我没有成佛 就是因为没上来四年 剩下的四年没坚持下去 是我的问题 那 师父也说 你看你后面的四年没坚持下去 是吧 所以你成不了道 所以他就会有很多的遗憾 但是对每个众生来说 其实所有的佛学 所有的理论都是对积破众生执着的 当然有普遍的说法 因为众生有 普遍的说法是因为众生有共同的执着 因为人力有共同执着 剩下的就是每一个个体在修行的不同阶段 有不同的偏重 那老师都要对积思教的 什么叫对积 所以佛说法的时候 你看 同样在说空性说了三道十二步 你看这就是大道就说那么多是吧 那么多 那都是 其实都是说一个道理 是不是 为什么因为你看每一步的大彩经典 都是某一个弟子在提问 提问的时候佛 他根据这个弟子的当时心性的执着 他参数的角度不一样 就是 他会说不同的法门给弟子 所以你现在的困惑不是这个学校好不好 不是你要不要回去 是你觉得你能不能找到你的执着点在哪里 你上这个学的目的是成道是吧 你不是要领个高中 学校毕业证是吧 你不就像我们一定要坚持上海大学 领个毕业证好找工作 你不是啊 是吧 你是要解决执着的问题 你的分别执着的问题 就算你学完五步大龙 你学完什么所有的弄注 你学完所有的次第 佛学其实归根到底有次第嘛 但是说对普遍的大洲是有的嘛 从初学到最后一个解脱到最后彻底的大车到 这个是假年有一个次第 因为每个众生 尤其是末法时代做生 有的之间就是高中生 有的就是初中生 有的就是小学生 你不要小有的之间就是就是博士生的 就是他就学到导师捅一下就解脱了 所以如果一个博士导师还从一年去上 这不浪费时间吗 是吧 那他早就毕业了 早就应该去普渡重生了 他还在那儿出小学 不如解释为什么 是吧 先出佛教室 是吧 浏览一下就过去了 还又不是你又考大学是吧 佛学是破你执着的 不是让你背经的是吧 不是 如果那部经没有破到你的执着 换一部嘛 是吧 为啥死扣那部呢 是吧 你一句 整个一部就下来 除了没看多 一句话也没进到你的心 换一部作为 是吧 可以正看另一部嘛 是吧 一定要 我一定要看透它 你看三十年也没问题 就是死扣一部就也行 但是如果你要坚持一点时间 你换一部 也许那一部让你开悟了 翻回来 再拿起这部的时候 就不一样 那你看懂了嘛 因为他说的角度 没有契合到你当时的 心性上的东西 所以你没看懂 但是他从这边说 你就看懂了 然后再翻回来 哦 跟那边这么一样的嘛 两部经 对吧 就知道了 你的目的是现在你的分别执着 你在这个学院起了分别执着 不是分别执着 增加了你的烦恼 跟分别执着 就是掉进去 特别容易掉进去 好 既然起了分别执着 那这个学院这个环境 不太适合你了呗 你有什么留恋的哦 我是觉得不适合 是吧 你可以换个地方自己去修行吗 过一阵阵如果不行 再回来呗 对吧 我就是这样 你说是走了人家不要你了 回不来了回不来就回不来 那做事主要付出代价的哦 我修一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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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师兄们讲了就讲 你修一阵了 你修一阵了 师兄们 你修一阵了 师兄们可厉害了 师兄们说 看我们都臭乎了 看你就臭四年了 你没坚持下去 你修一阵了 是吧 你修一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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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觉得 老师我在乎师兄们都说 人家说可怜了 你看我一在乎我完了 我的丁也没了 师兄们留也不是 不留你也不是 不留你吧 这这么多年 这这这大家在一起四年了 没情分啊 对对的 师兄倒有没持对心 留你吧 你修一阵后 worm 咱们觉得 thood然后挂点 但是打算 不对于我的心器 我觉得 你看吧 出去溜达溜达吧 我建议你啊 转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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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回去吧 是吧 再回去 等两天再出去溜达溜达 就这样吧 没准这样子 你成道快 师兄们都会学你 Command my show 挺好的吗 这不你很开心吗 嗯 就这样溜达 参访嘛 拥有嘛 有时候一个环节待久了 那个环节对你真的是 哎呀 一去你头脑就感觉到咋 因为你校正了嘛 你进了那个环节校正了嘛 你是在那学习的 不是总便在那去得到触动去承道的 每一个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很多佛学 你进了那个 一旦上师跟你说八年在这学习 次定 这个已经输入你的系统了 你就开始从第一年开始了 第二年你第一 七年以前绝对承不了道 我告诉你 因为你还没承过八年呢 万一承了也不对 所以这种 这个尽量不要给大家 承道这回是自己本性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九年制教育 它不是少忙的 它是你是空性 你啥时候老师应该说 我们这样有八年 你可能第一年承道 第二年承道 第三年承道 第三年有可能八年就承道 大家哇 我正确第一年承道 跟你这样说 是吧 因为你的空性可能随时会呈现 就是圆满 更才可以脱落嘛 是吧 你现在从大家去念书了 是吧 其实那模式真的挺好的 就是大家理解 显然意思 这四年没承道 所以心情很纠结 你不也还想要利益他人吗 就是 随喜 有些师兄 就是有些师兄觉得我们在一块交流还是挺好的 挺好的 他们也想走出来 但是有些人才进去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走 有的说一下子都走了怎么办呢 学校 轮着走啊 慈悲一点 游游也轮着出去 怎么能一下子走 老师去去了 都空的 说这些人 你们要出去的时候 一个一个出去 那叫慈悲 就是学上越学 就是怎么那么执着呢 就是 本身就是这样的 也不愿佛法 也不愿疏悦 愿我们自己 那熟悉的地方哪有风景 那不憋屈吗 是吧 熟悉 老师也熟悉 十月道月也熟悉 每天在一起 开始看完 这样子挺漂亮 看看看看 弹成吃卖语 看看看看 你怎么说我呢 他第一天他夸你 第二天他就说你了 是吧 那叫我就是 然后心照不虚的 坐在那 是吧 而且尤其是修学 修到一定时候 尤其你说菩萨行论啊 这种 做菩萨真实 做菩萨 很多业力在修 很多的直接在转 很多在这个过程中 那就是稻草乌业找起 是吧 哇 大家在往处排 清理东西啊 那都是城啊 另外环境是一样 那个过程中 你如果不拿空性 揉揉不动地坐在盯着 那你还怎么呆啊 你坐不住的 你根本呆不下去了 你呆到忍无可忍的时候 你能爆炸 我告诉我 你的心会塞满 就是一见到道场 你就受不了了 就是啊 就比较有的人 修修都修成仇人了 对立了 我想再有问题了 他们会有空性化解 这个对立面 你不用担心 佛学这一点 我觉得一个正能量的稻草 还是有这点信心的 你不要看他 八年以后大家都很好 没关系的 所以就是说 他会 他展示的问题都会出现 人嘛 就是人之潮起 怎么会不能出现问题呢 允许一个稻草 只要不打了头或血流 都可以入入不入地看着 只要大家不出事 都不出问题 大家可以 在桌子底下 你凑我两脚 我凑你三脚 没问题 大家这边坐一排 这边坐一排 老师我谭生吃饭了 那边我蹭了饭了 这边基督饭了 我看了饭了 没关系 继续饭 我使劲饭 让他膨胀到虚空里 是吧 看看他空不空 是吧 那怕啥呢 休息还怕这些吗 是吧 没有这些 你干嘛要定住他 是吧 不是定他 不是你想不想变成 你想成为个菩萨 但是你有菩萨像 你才要定住 我就是个凡夫 我是个友情众生 我今天是凡夫众生 我来了 我要通过学习八年 我这次次地的去了解佛学的东西 也有可能我第二年就开悟了 但是我可以继续学下去 因为法门无量 四月学嘛 既然有这样一个佛学道场 而且适合在家人学的 很殊胜啊 不是每个道场都在红尘里面 请进来的 你知道要这个道场啊 是不是 没有道场 学校啊 什么也行 那怎么样的 有人去花费心事 去思考吧 那还要有人给管理吗 跌飞 水飞 什么的 那能去做吗 是吧 很多的 很多问题 你们那儿没有 然后是 不管你学八年 是吧 你可以广学这些弄啊 学这些东西啊 他有人 不管是怎么讲 他总是一直有一个系统嘛 他总是一直有一个系统 那第二年开悟了 你也可以学下去嘛 是吧 就要只是 就这样子 没关系啊 你只是学习一门东西啊 了解佛陀的东西啊 然后去自立立他 其他的都是吃药的啊 是吧 你怎么会进了这个学府 这个道场 就被道场捆住了呢 这个道场只是一个 某一个地点啊 时间的空间啊 某一个时间点 你在那儿 他过来 永远你是海阔天空的 你是在地球上坐着 或者你在太空里面 宇宙里面啊 你只是去学学这个东西啊 你太在意了 太在意那个地方了 其实我们在乎的时候 才会被受伤害啊 被那个地方去伤害 你太在乎那些 子师兄弟姐妹们 太在乎他们了 你有想做菩萨 但是我们是反复嘛 我们是有情做事 我们来了 我们有情有欲 我们是凡夫 我坐着在准备 学习佛的智慧 通过佛的智慧 破我的执着 破我的欲望 然后去打开 然后去呈现出 我本来清净无然的样子 那么就开始了 八年 没问题啊 八年 我们也许第二年就搞定了 但是没问题啊 他有一个八年 太厉害了 继续啊 有时间就去学 看 是吧 这样有人给你 这个脑子说 是我支撑这个八年 没关系 不是有时间 他都有规矩的 你怀疑 你哪天要看三遍 是啊 你做 说菩萨行论 学菩萨行论 我们是菩萨 我们在行菩萨道 我们在向菩萨学习 但是 我们还不是 果位上的菩萨 有些时候做不到 每个菩萨行做的时候 我们都心里嘀咕 他就去那里翻一下 对这个人可以 对那个人就是修罗 对这个人是菩萨 而且那个时候就说 哎呀不行 阿弥陀 我都对所有的平等啊 这种想法 就伴随着你整个修正 没问题啊 一定会这样的 哎呀我怎么不平等了呀 今天不平等 明天啊继续明天平等吧 明天也不平等 哎呀定理不够啊 哎呀定理不够 哎呀空性症症也忘了 哎呀每天就这样 然后继续看 发喜充满 发喜充满 每天就这么折腾 你知道 一直到折腾 你成到那天 成到那天 哎 所有的折腾 好像挺有用的啊 没那些折腾 你成不了啊 最后你才发现 原来没有法门 个次第可谈啊 就这么折腾着 你就出来了 就瞎妈 破死了 说你就成了 哎哎 你的空性就出来了 知道吗 你以为啊 所以就无休无正的 没有什么 你要以为有个次第 你的空性才露出来 那才错了 我告诉你 所以禅到最后 不理文字啊 叫外别传 连文字都不理 哪有什么次第 是吧 而当我就是 给二组说的是 空性最高的第一地 不从人得 那谁能教你 不从你得啊 你不从人世界得啊 不从人得啊 无以法可立啊 里边没有法 无以法可立 不以元气 不以法相 什么都没有啊 也不是以叫虚空啊 它永恒的就在这 只是你不知道 你折腾折腾 你知道了 这不开悟了 是吧 然后你去修气吗 你愿意修气吗 去哪个山 不能逼个 是吧 只要你觉得 吃住心 都解决了 不饿死 哪都行啊 都在地球上嘛 是吧 因为你要突破时空的 到最后 本能分别 突破人到四大皆空 突破时空的时候 你突破的是太阳系 跟银河系 知道吧 你突破的是星球 地球的引力等等 你不是突破你那些烦恼 那些东西算啥的 还能影响你 开悟那一天 烦恼呜呜呜呜呜 过你看都来的 看 就像飞机在头上呜呜呜呜呜 那叫烦恼 你都不定义的 咋念呜呜呜呜呜呜 那叫咋念跟你没关系的 这就六周说 本人无伎了 不断摆思想 别修空性 别跟聊天 别修空性 是吧 别跟众生 是吧 吵架 是吧 聊天吵架 那是什么 你就在空中啊 如如不动啊 没有可动的东西啊 不是说你在空了 哪有个空了 根本就没那一念 知道吧 什么空有 没有那一念想 没有 这个是从什么次第来的 没次第就折腾出来的 所有的修正都要知道他 我告诉你 因为你本来是 就像你本来是个女人 你要想证明自己是个女人 我难道是个男人吗 我为什么是个女人呢 这个名下 有人说我是个女人 有人说不是 我到底该姓谁的 这个经典怎么说呢 你要证明你是个女人 有一个人 突然说 我就是个女人吗 他说嘛 这就完了嘛 所以你看常众的不爱 尼姑是女人做的 鼻子就是吵吓的 这不公安吗 开悟那一刻说的话 原来尼姑是女人做的 你不知道 尼姑是男人做的吗 女人做的 为什么他开悟才说出这句话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佛 知道吧 知道吧 现在就知道了 我是佛 所以我们折腾嘛 他不知道自己是女人 所以折腾 折腾最后热了 热了 热了 生平在于折腾了 但是一定在佛学里折腾 不能去毒草折腾 毒草很难热了自己 最后热了那个毒波 毒波里边有空性 但是那个法门不适合初学众生 万法里边都有空性 但有些法门不适合初学众生 是吧 所以有些法门暂时不要有 比如说你还不是英雄的时候 不要拿宝剑 会自吻的 就那种感觉 是吧 太快的宝刀 不能拿在你手里 因为一不小心就掉了 把我这割了 是吧 哪里拿个蹦倒 是吧 你说老师 你看我们学习 还不给我们个分力的 怕你自吻 是吧 怎么办 你一不小心把自己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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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早就要 你就不要嫌疑 我还能拿着你 你你又要想帮你 谢谢观看